被0050-0056剔除的股票 反而一定未掌 蛤 哪泥 真的嗎 嗯嗎 真的嗎 還買真的啊 瘋狂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嗚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忠 嘿 來看一下投資必修課 我們搞笑又專業的free社 今天有什麼 被0050-0056剔除的股票 反而一定未掌 蛤 哪泥 蛤 真的嗎 嗯 真的是這樣子嗎 是嗎 我講很英文的 你看接下一句 我們來 我們來外語的 來 林玉凱文醫師 妳好 叫什麼 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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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是台語還是日語啦 韓文 韓語 金家 真的喔 我也是真假 就真假 對 就真假 金家 金家 金豪家 語文你是考不倒我的 考不倒你喔 對啊 那好 玉凱老師的line來 想要數WIN16888 下一個如果講不出來 就不要介紹他的line了 好 來 一位老師 來 ㄟ ㄟ 金 金A嗎 這很難講 金A嗎 剛剛有用過嗎 沒有 可是就比較土 比較本土啦 沒什麼不好啦 我剛剛直覺說 金家這樣都可以 還真的有這個東西 這個很會喔 我都不知道 誰會知道 來 一個老師明見你搶搶啦 好 來 小老師 RIC 黑警948 下一個介紹的人 那個分析師他現在很緊張 他想不出來第三個了 來 陳薇泰老師 老師你好 說日文 還買真嘎 哈 還買真嘎 這什麼 香港語啊 這個 我們都網了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哇 什麼意思 還很轉 什麼意思 是不是真的啊 這點是 還買真嘎 欸 再一個比較起來 玉璃老師最差了 好 因為你我們聽得懂 玉璃老師 還買真嘎 還買真嘎 真的假的 一定會爭 來來 來 你來 真的嗎 老師 玉璃老師說沒關係啦 我那個 我粉絲也不少 大家喜歡我老師啦 喔 比較親和力 你說 沒事 沒事喔 不想講 不知道 不知道要講什麼 輸人 已經沒什麼 你今天是輸到底了 好不好 好 輸到底了 老師 你沒想到你香港話這麼厲害喔 塞柔哥的時候我同意 人家來講廣東話了 哎唷 哇 好順喔 哎唷 你可以大聲 可以講什麼 那也是 欸 你有那個腔調耶 我塞柔哥的時候呢 同意人家來講廣東話 喔 你的奶奶會 你以前小時候 都跟你的奶奶講廣東話 對對對 我說厲害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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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聽到奶奶兩個字 開始下面就編劇了 嗯 好 所以你香港人喔 爺爺奶奶他們都從香港過來 你講話特別有腔調耶 對啊 看 聽不出來吧 豪傻咧啊 哈哈哈 我才會這一句 哈哈哈 豪 你可以下次再講說那個 豪八白啊 豪八白 豪八白 哦 你這樣好八白啊 豪傑啦 豪傑 豪傑 豪傑是罵人是不是 豪傑啊 就對對對 豪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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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台字罵人啊 你這不能散字幕 一味像很開心 你不要講一些 不能散字幕 我會一點點啊 你會一點點啊 這個我也會 哈哈哈 人外國人 學那種 學本土語言第一件事 都學先學髒話的 先學罵人 好啦 開玩笑 你講廣東話是蠻有 蠻有魅力的 謝謝 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老四 大家先看一下 被0056被0050 提出的股票 反而一定會漲 我們現在介紹什麼 什麼是0050056 好 是追蹤什麼股票 為什麼會被提出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0050056最夯的股票嘛 最夯的ETF 大家都說過嘛 國民基金啊 是 國民ETF OK 好 我們現在認識一下 什麼叫副實指數 因為0056跟0050 他們所追蹤的指數 都是 台灣證交所 跟這個 副實指數公司 他們 合辦的 合邊的一個指數 那副實指數是 每年369 12月份 會去做一個 季度調整的一個指數 那通常呢 會在 第一個禮拜五的盤後公佈 然後呢 在這個 當月份的 第三個禮拜五的盤後 會生效 OK 好 那目前 12月等於第三個禮拜五 要生效囉 你看我們節目的時候 對 就準備要生效 然後注意一下 好不好 OK 好 那目前呢 跟台灣比較有相關的 這個 副實指數 主要有這幾個 台灣50指數 台灣中型100指數 跟台灣 資訊科技指數 還有台灣高股息指數 那麼 這些的指數呢 他們 分別有不同的追蹤標的 以台灣50來講 他是 追蹤我們那個 台北股市市值當中 前50大公司 那麼在 中型100的部分呢 是台灣50成分股之外的 另外 市值前100大的上市公司 那麼資訊科技指數是 剛剛上面這兩個 這個150檔的成分股當中 挑選比較具代表性的 科技股 OK 然後高股息指數 是上面這150檔成分股當中 選取未來殖利率較高的 50檔成分股 那這四個指數都是 我們台灣的證交所 跟這個副實指數公司 共同編制的一個指數 好 老師有介紹 追蹤標的 這些不懂沒關係 反正知道他很熱門 國民基金 如果你沒有聽過 那你應該很不熟悉股市了 好不好 那就要多看福利社 多看福利社了 好不好 你看3,270億 3,600億嘛對不對 3,600 因為是把這個加起來嘛 原大 一個是好像在2,800 跟2,0608 這加起來800億差不多 對 3,600 這個 0,056 萬一這兩個人加起來 2,413億 所以其實原大台灣50會被踢除的 006,2008也會被踢除 沒錯吧 對 因為他是跟著指數叫做變化的 他是跟著他的追蹤指數嘛 對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討論的 不只討論台灣0050 我們是標題寫不下 還有006,2008被踢除股票 反而也會漲 因為他們兩個是同一個股票 是 追蹤同一個指數 好 所以加起來這個有總共動輒6,000億 被6,000億資金拋棄的股票 反而會漲 哪年 對 紅豆年 還有 呃 爭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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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假的啊 對對對 我現在大概聽得懂 好來跟大家講 好來看一下下一個 好來 好 0050,0056 這個避漲定律 因為我們那時候 福利社我們那時候都有些避漲定律嘛 有沒有 對 0050之母啊 跟著負值數賺啦 然後100%賺啦 兩週很賺50% 這個都有跟大家講 ABSCI小型的一個成分股 哇 新增 幣漲 不是那個標準 標準的那個成分股 哇 我們都有些定律 所以 福利社長期追蹤 我們福利社是ETF 哇 專業的頻道 好不好 一定要跟著我們看 好 老師 這個我們自催自得一下 所以粉絲追問 季度調整 資深效果 這些股還會再整嗎 好不好 還有福本為什麼是 剔除股是不是一定會下跌 哪泥 這兩個都是 目前粉絲呢 比較會問的問題 那麼之前我們比較多 在討論MSCI 因為MSCI 它這個影響台北股市的一個金額比較大 可是呢就像剛剛 大家看到前面一張刺卡 我們看到0050 它現在的規模 兩個加起來 3600多億 0056 它的規模也有2413億 不可以說 對股票市場影響不大 因為一旦他們的指數 這個發生調整的話 其實對他們的成分股一定會有一些影響 對啊 那怎麼樣影響呢 我們今天福利社幫大家來去做回測 好我們來回答浮粉的問題 你就被踢除以後 嗯 這些股票被踢除生效 是 會不會漲 老師 怎麼回測 好 我們就來回測一下 0050跟0056 它過去呢 被剔除了這些成分股 嗯 那麼從什麼時候開始去計算呢 就是在它 每年的3、6、9月的季度調整生效之後 看看呢生效之後的兩週 以及生效之後的三個月 這段期間當中 它的股價的最高的漲跌幅 嗯 好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 這往上移一點 3、6、9月嘛 就是 就季度調整嘛 因為它12月嘛 我們來看一下3、6、9月 這是今年的所有的一個調整 是 好不好 我們來繼續看 嗯 好 在今年3月份的時候呢 0050呢 有曾經調整過 一檔個股 這檔個股就是 8046的南電 嗯 OK 那結果呢 回測結果是 這個南電 在這個 季度調整生效後的兩個禮拜 它的股價最高漲幅可以來到11.7% 那麼生效日後的三個月 它最高漲幅甚至可以來到19.9% 嗯 所以呢 欸看起來這個 被剔除的一個股票啊 好像真的會漲有這麼一回事哦 是 對 老師我們看到南電的基礎圈圖 對 我們請那個圈一下 這邊有圈哦 對 這是被剔除的生效日嗎 是不是 對 這被剔除的生效日 欸還漲欸 對 欸老師為什麼這樣是被剔除法會漲啊 你覺得為什麼原因 欸 因為 事實上呢 它要被剔除的這個消息 在生效日之前就已經公告了 嗯 那麼所以很多的一些這個法人 或者是一些市場上面的資金 知道它要被剔除了 就趕快怎麼樣 趕快去做一個賣出的動作 哦 利空已經出盡了啦 對 該賣都賣掉了 不靠它 不相信它都賣掉了啦 對 剩下都是堅定的投資者啦 對 哦 所以在這個生效日之後 反而這個賣壓就暫時告一段落了 但賣壓暫時告一段落之後呢 那麼股價當然就容易出現 跌升的反彈 這個是8046南電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再來看 除了南電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一個範例 其實是有的 那麼在6月份 我們看到0050跟0056分別都有 剔除一些成分股 0050呢 它主要是剔除了6415的CDKY 那麼CDKY在被剔除之後的 兩個禮拜最高漲幅來到11.3% 這個是算是蠻高的 那麼0056呢 它這些成分股 剔掉了 齊鴻 台坡 同心電 旺宏 跟長榮 那麼在生效後之後的兩個禮拜 長榮漲最多 漲了23% 那麼生效後的三個月 其實齊鴻 後來居上 它漲了58.5% 但是長榮也還是漲了32.3% 那麼其次是台坡的部分 台坡其實 生效後三個月 它的一個股價最高也漲了15.6% 嗯 所以看起來呢 在過去的3月份跟6月份 都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在這些被剔除的個股裡面呢 有一些指標股 給大家去做一個參考 我們來看一下6月份 好 3017的齊鴻 它當時的這個生效日在這個地方 結果呢 生效日之後股價 談了兩天之後休息一下 又再往上漲 甚至一直往上漲 一直往上漲 一直往上漲 最高曾經漲到358.5% 是 齊鴻太誇張了啦 欸 被剔除以後 反而一個月內漲了40 50% 對啊 那三個月內就最高漲幅大概就這邊啦 齁 所以三個月內漲了58% 是 你看到表哥 所以被剔除以後 被剔除了0056 我跟尊屯移一下 0056 被剔除以後不只 不只生效日後兩週啊 嗯 生效日就是說 我這些資金就是從今天開始 我就是正式生效了 是 最終的真是真效 是 哇 這些都大漲特漲了 哇 齊鴻漲漲很多 蟬龍也漲很多 對 所以老師 你記不記得 蟬龍那時候是 反而是 列入0056 列入0050 開始起跌 220幾塊那邊 對 被剔除又反而漲 是 我真的是漲姿勢了老師 對啊 需要東西 你知道 老師你看 給福粉真的很大的一個優惠 很專業的姿勢 被剔除了 投資應該大賣超 這些幾千億的資金 不追蹤他了應該要 要跌 結果反而漲 欸 我列入了 我反而應該要買 因為要漲 不是喔 欸 那個Coco你有問題 來 您說 嗯 老師我想問啊 是不是生肖之後 投信開始丟的時候 我就接投信了 嗯 這個要看 投資人的資金的大小 因為其實我們不知道投信 他到底會 他到底會丟多少 張數出來 不過呢 投信會在 5天 就是生 就是這個 生肖後 對 生肖後的一個5天呢 他會去進行這種 所謂的 大舉 抛售的動作 剔除的時候 因為他 高股期成分股 因為他是高股期成分股 有時候他資金太大 對 他分5天賣 生肖是 會生肖5次 嗯 好不好 你可能是12生肖 他是生肖5次 OK嗎 有沒有問題 你知道 你知道他 福利車最有問題的 你知道誰嗎 全部裡面問題最大的 就是Coco 他每天都說 老師我有問題 老師我有問題 老師我真的有問題 是 這個最有問題的問完了 問完了 不要理他 謝謝老師 接大 所以 0050、0056 後兩週 後三個月 最高漲幅 58.5% 哇 真的 三個月後漲更多 對 這最高 最高 就是說 期間他可能 他可能結束過後 剛好可能跌 可是期間至少 我們曾經璀璨過的人生 好不好 不求那個天長地球 只求什麼 曾經擁有 老師 你看 這種 這種比較長年紀的 比較大年紀的人講出來這種話 特別有感觸 來 9月 好 9月份 來看一下 被0050、0056剔除了個股 來 0050剔除了四檔 旺海、花興、陽明跟遠東興 好 那麼這四檔個股呢 他在生肖日後兩週最高漲幅 像旺海漲了3.4% 然後我們在生肖之後 三個月漲幅最多是遠東興 遠東興漲幅9.6% 那麼0056呢 他在9月份呢 剔除了一檔 就是2637的惠陽KY 那麼生肖日之後兩週 他的最高漲幅是2.3% 那麼生肖日之後三個月 他的最高漲幅12.1% 那麼趕快來看一下 像遠東興 這一檔個股 看到他在這個生肖日之後 在這個地方 那先有一個反彈 但是後來 震盪打跌一下 又股價又往上做一個走高了 所以其實在這個0050 0056 這個所謂ETF 他生肖之後 這個所謂被剔除的股價 這個個股 基本上的股價 的確是有比較高的機會 上漲 老師我剛才開會的時候 我還練了一下 因為老師你有做這個研究 我們福利社一起做 我來練一下 其實你們應該不只是生肖日後 應該是宣告日後就好 是沒有 宣告日後 宣告日後 因為生肖日嘛 宣告剩下一段時間 你看這邊還有一段 算進去展更多 對 再往上看 打星星的是生肖日 有沒有 宣告日有沒有 對 老師再往上看 這都被剔除了嗎 有沒有 宣告日有沒有 是 好像是兩週的時間嘛對不對 是 所以都是差不多 等於他10根K線 這邊啦 這邊啦 差不多 再往上 差不多就結束了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 宣告後 不要等到生肖日後就開始先買 對 你看老师这边从 47 块找到 62 块 是 15 块 15 块也是差不多 30% 了 是 那所以这样讲一讲 老师你觉得这些股票都还会涨吗 来看一下 这一次 这个 006T 除了这四档股票 包括像景硕 玉明 韦蚁跟永丰鱼 这四档个股其实在宣告日的时候 基本上股价都已经修正过了 是 所以我觉得他在生肖日之后的两周或者是三个月 我觉得股价上涨机会非常大 两周跟三个月 我们看一下景硕 来 3189 诶 真的诶 对 对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12月7号 我们是上礼拜五12月1号的时候 对 你看这几天其实都在涨 景硕也是涨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一个玉明 被剔除了 那台湾50这一次没有被剔除的成分股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不列入了 是 这玉明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是12月被剔除了 到时候福利社不要 哇塞 到时候福利社 只有围影比较差一点点 可是今天这两天也在涨 好不好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 我有信心它会长回去 诶 诶 老师 有风雨对 真的诶 真的 老师我们应该不只要做宣告日 不只要做生肖日 做宣告日 被剔除真的会长诶 诶 福利社发现这么大秘密 老师你今天我要选诶 诶 我学到东西了 所以股市这么好玩 你不要觉得股市很不好玩 你看 老师你有想过 要不是你告诉我 你也告诉我 有风雨会长的秘密 是被剔除 哈哈哈哈 我还不知道 很多人不相信 所以你看 老师 还有我们福利社研究团队 哇大家好认真做 有风雨会长上去的 真的好厉害 老师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东西 所有结论 好我们所有结论 因为按照规定 0050或0056 或者是其他的ETF 他们在季度调整生肖日过后的五天 基本上按照规定 要完成他成分股的调整 所以在这个期间当中 会有卖压出现 可是一旦等到这些基金 或者是投信的卖压 消耗完之后股价 通常就会有一个反弹 而且我们刚才有新结论 对 其实你有时候不用等他消耗卖压 宣告日以后 宣告日之后 其实就水盒先涨了 就有机会了 好 那根据我们刚刚的一个回测 今年的三六九月 那么剔除股在生肖日后 两周或三个月 基本上他的期间的最高涨幅 都是正的 甚至还有超过两位数以上的一个涨幅 所以呢 接下来 只要是我们看到消息 有提到所谓的ETF 被剔除了这些成分股 我们一定要特别去做一个关注 因为他上涨机会可能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目前为止看起来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谢老师告诉我们这些独家的想法 有没有学到东西 有欸 被剔除以后 而且不只是生肖日 宣告日 宣告日 你看 你看 连那个永丰鱼啦 永丰鱼这个职业的 对啊 你怎么想到他整那么多 你看永丰鱼走势图 你看你会发现 怎么可能 不知道 技术现行喷出低根 可是你没想到 他是被筹码抛弃的股票 被抛弃了 这股票反而涨 玉盘老师 来 看起来想问你一件事 是 你快要 快要有感触的感觉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有我觉得今天真是涨知识了 对 对 什么知识 你喜欢什么知识 就是 正常来想 你怎么想歪啊 我没有想歪啊 就正常来讲 大家觉得说 删除嘛 就是卖盘出笼 那应该股价就是往下跌 想不到经过这个一回撤 反其道而行 这是一个商机 我觉得说 这个是值得大家做一个探讨的 好 谢谢老师 好不好 玉凯老师的line 来 记得要加一下 小老鼠 WIN16888 玉凯老师你有什么想法呢 我朋友觉得 刚刚哲哲的发现更是惊人 正常来说 应该是剔除之后涨是有可能 因为卖押已经宣泄完毕了 所以这个结论下 这个今天这个结论 我原本看资料 我觉得OK是没问题的 可是哲哲刚刚发现那个结论说 原来在还没有剔除之前就已经先涨了 我反而觉得这个结论更为惊人 对吧 这个我们整个整个节目的发现 其实大家一起发想 维泰老师也花好多时间发想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福利社其实不断的不断的去更正 就是会发现很多标股 很多的什么CPI结论 美债ETF结论 其实大家都一起发想 谢谢维泰老师好不好 谢谢 所以真的很专业 维泰老师谢谢你今天真的学到 让我们学到一些东西 感谢感谢 所以被0050、被0056踢除股票 反而一定会涨 一定会涨喔 这个很重要啊 拆生业我都亲自降临了是不是 一凯老师 唱歌 然后歌声 买这套 买这套 交易之前要考虑 走 疯狂故事不理想 你先告诉你 等一下 二页一刀 创嘴底 想先到 开始卡打 疯狂故事不理想 哇 你的嘴巴好厉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该如何在不自由 谁能快的告诉我 你会好 有机会错过 怎么打不 感觉好像低着我 最高杀低的经验真的痛 谁要记 我去是梦里套 我去是梦里套 还能够看过 看空车下的球 都没有 是没错吧 右边是手 买酒盆 买这套 交易之前要考虑 疯狂故事不理 是梦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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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